恩 撒蛋啊 好久沒有回來喝這麼一個牛奶了 而且呢 就在我的舊家這邊的耶 那是 一定要回來一下的啊 大家好 我是祥林 歡迎繼續回來我的夏季 撒蛋啊 現在的話呢 他又有稍微更新了那麼一點東西喔 那我知道有很多人呢 就一直很想要再繼續看我把這個遊戲給做下去對不對 那這邊跟大家說一下喔 他如果沒更新些什麼東西出來的話 那我也很難就是做一些什麼有意思的這個影片出來嘛 對不對 所以他這一次的話呢 稍微有加了那麼一些更新進來 我們就可以來稍微來看一下喔 大部分好像都是在商店區那邊吧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有這麼一個模組呢 他可以把我們原來的那一艘船啊 就變成了像這麼一個水上快艇 水上一個飛艇這樣子喔 還蠻酷炫的一個東西喔 所以我們應該是要先來試一下把這個騎的這個東西呢 到達商店那邊去的 現在時間是下午4點了 下午4點其實狀況好像也不是很好喔 我這邊能不能夠直接就攀上去啊 可以 所以我覺得他的模型大部分應該都還是跟那個一般的船 原本的船應該是一樣的吧 喔 坐下來了 喔 這邊可以進入駕駛模式 進入駕駛模式 那這一個 這個一個很大的好處呢 就是可以看得到說他怎麼一直在轉啊 搞什麼鬼 他的一個很大的好處呢就是在於 我們可以看得到他的油量對不對 那現在應該是 這應該是全滿吧 別跟我說這是空的啊 應該是全滿吧 然後這邊呢一樣可以把引擎給關掉 那這邊呢也是可以讓我們就是前進檔位 以及那個倒車檔位吧 那我們當然一開始要發動應該也是要拉著他的才對 有 有引擎聲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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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了有了有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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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比我原本預想的還好欸拉開了 WOW 等等 這速度 這速度 這速度好像比原本的快很多啊 這不會是快艇誒 等一下 這個東西怎麼搞的 這個東西怎麼搞的 太快了吧 他到達對岸這邊根本就不需要多久的時間啦 等等這東西 有點太快了 我以為他就是原來的船而已欸 結果 比那個還要強多了 欸但是還是上不去啊 我還以為他上得去勒 然後現在的問題是 我好像擱淺了 那我下來一下 我怎麼輕輕鬆鬆的就擱淺在這裡了 那這邊來說的話呢 由於是我之前開了一個新存檔對不對 然後 欸但是這個 這個地方還是可以讓我任意進出啊 那這邊這個傢伙的話 到時候也可以讓我們 就是跟他一起玩這個撲克牌對不對 那他的這一輛車呢 暫時可以先不用管沒關係 啊這邊我們趕緊的先把他給推回去好了 他擱淺了 他是不是其實已經下去了 他根本就已經回來了吧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再發動他走囉 這個速度 這個速度太快了啦 果然 就是要安裝一些像這樣子的模組出來對不對 大家看他連前面都已經翹起來了 天啊 真的是太快了 真的是太快了 然後 啊翹起來的時候會擋住我自己的視線耶 這樣真的沒問題嗎 沒關係沒關係 我們再試一次能不能直接衝上岸呢 應該是不行啊 但是還是試一次好了 好我衝上岸了 好我衝上岸了 我衝上岸了 然而我覺得 我覺得這這狀況有點不太妙 這狀況 這狀況似乎不太妙 哈哈哈哈 他怎麼會在這裡知道是 懸空的啊哈哈哈哈 為什麼會在這個地方懸空 莫名其妙的 哈哈哈哈 那現在我應該怎麼辦 用我們的神推一隻手把他給推回去嗎 推了回去嗎 可以啦但是推得很慢耶 欸 原來這邊還有像這樣子的 一個東西在這裡啊 這這這個 怎麼會有一個這樣的模型在這裡呢 欸啊我這樣子推是要推到什麼時候啊 喔好像有某個角度推他會稍微快一點是不是 為什麼 為什麼會被彈得那麼高 然後他剛剛 所以 所以說啦這些模組的東西呢 還是會有一些相當問題存在的 不過呢 這才是這遊戲的樂趣對不對 只要有越多的bug 我相信這遊戲的樂趣呢 只會更加的豐富而已對不對 那現在到底把他給推回水那邊去啊 大家看他現在都已經浮空這麼多了 他到底還有沒有辦法回到水面那邊去啊 喔 隨便推一下還會噴飛那麼遠 哈哈 我喜歡這一個模組 這一個快艇現在真的是帥呆了 好這個看起來廢了我九牛二虎之力 但是現在終於我們已經靠近了水邊了 但是這個 這個 我覺得就是很有問題啊 他現在到底 他有沒有辦法下水啊 他現在好像感覺 他不願意下水了耶 真糟糕真糟糕 真糟糕 他真的不願意下水了有沒有 完全 就是只想留在岸上而已 他現在是把 他現在是把這片陸地當成水了嗎 很好 我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總之先讓我們上來 我看看呢 有沒有辦法往前開喔 喔 上來這邊果然還是會像這樣子 欸沒有發動 發動了發動了 前進 前進 呵呵 根本不行啊 有問題 有問題 我現在是前進檔如果倒退檔呢 倒退檔也不行 只能夠打前進檔 然後欸欸好像有在前進的樣子 可是現在完全是在這上面啊 這個完全是一個浮空狀態了耶 這已經變成浮空艇了 從一個水上快艇變成浮空艇啊 欸 大家看這個船頭已經出去這麼多了 水上摩托車 船頭已經出去很多了 可是他應該還是浮空狀態的才對 現在被樹給擋住了什麼也看不到 欸欸欸欸欸有了 這樣子他突然之間就滑下來了 真的太棒了 哇 我喜歡我喜歡 現在這個速度啊 這個速度感才是最棒的 所以能夠擱淺到那個 自己的無人島上面去 那是不是也有辦法直接衝上這片陸地呢 這片那個商店所在的陸地喔 直接衝上去看一下好了 欸果然可以 果然可以 哈哈哈 直接就這樣衝過來了 哈哈哈 欸欸欸 發生什麼事了 我們把這個呢就留在這邊 就留在這邊好了 雖然我完全不知道到底會出什麼樣的問題 不過我們就把他留在這邊吧 那這個不是 這不是唐 唐兄弟嗎 唐兄弟怎麼會到了這個地方來了 嗨你好啊 你沒事吧 你沒事是不是 幫你推一下 他需要幫忙嗎 我總覺得我幫他推會把他給弄死欸 或者我能不能揍他一拳這樣子 我揍他也沒有用啊 那先不要管他 或者我們在他旁邊先罵他幾下 他等一下衝過來撞我吧之類的 他果然要走了 可是 他絕對沒有料到 我們有這麼一個擋在他的路邊 擋在他的路上喔 不過這一個水上摩托車真的是蠻爽的耶 我沒想到他可以直接衝上這個陸地上來喔 重點是他的速度感對不對 那 變成說我們接下來 其實搭船移動的話呢 整體來說速度都非常快了 然後我們呢如果想要休息的話 也是可以回到我們的那個水 那個湖中央的那個別墅去休息的喔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這樣子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印象沒錯的話呢 在商店的對角這裡 這裡 會有一個變態 大家看到沒有這窗戶是開著的 一個變態 會在這邊盯著我們看 而且呢 他盯著看也就算了 他隔一段時間會把窗戶關起來 大家看到沒有他這不知道在幹什麼 手呢 戳了幾下 窗戶好像並沒有關起來 但是我記得他會關窗戶的 然後會在某一個特殊的情況之下呢 他的手再動個幾下 窗戶又打開了這樣 還是要只要喔 所以是我靠近他就把窗戶關了對不對 他一樣是立正戰好的姿勢在這裡 然後呢 大家看到沒有他是平移過來的 他平移過來之後呢 再把窗戶給打開 繼續他的偷窺之旅 我們再靠近一點 我們再靠近一點 看來並不是因為我靠近他就把窗 是的 是因為我靠近然後他把窗戶給關上了 這個傢伙太可怕了 感覺相當的陰險有沒有 然後又飄移過來了 他完全是用平移的方式 他到底是什麼樣的身份 就一直在這邊盯著這裡看 完全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幹什麼 他的跟班呢 他的跟班為什麼不見了 到處都還看得到地上有一堆我留下來的奇妙的東西喔 現在有點口渴了應該先喝一下的喔 那大家不要擔心喔 我的車到底在哪裡呢 我的車在湖邊別墅那邊 等一下我就會過去呢 把他給開走了 那這一次更新的話呢 他有更新了一個就是 酒鬼他會在他的這個湖邊別墅那邊呢 開派對 所以 基本上啦 這一次更新之後呢 那個 呃 我原本湖邊別墅那邊的那個 模組呢 就已經不能使用了 但他那個地方呢 本來就還是可以讓我進出的啦 那我先賞他一點這東西好了 欸 他的臉一彎過來發現他嘴巴真的是歪了好多啊 來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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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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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啊來啊來啊 這邊吧不要跟他鬧了 那我們先回到那個湖邊別墅那邊去看一下好了 哇這個傢伙一直在這邊盯著我看 真的是會看得我心發慌欸 有沒有 好可怕啊然後靠近的時候呢 他又會後退直接把窗戶給關上 這個傢伙真的是太可怕了啦 他在這裡的存在感覺就是 把這遊戲變成了有點可怕的那種恐怖詭異的感覺 然後 欸大家看大家看 大家看有兩個小孩子是不是 在那邊奔跑是你的小孩嗎 啊你的小孩子在那邊跑來跑去呢 然後有一個橫衝直撞的黃色跑車男 你放心啊你的小孩子在這邊 你確定 你確定你的小孩子是平安的嗎 我們來看一下這兩個在踢足球的小孩子有沒有 喔他們這真的會把足球踢進球門裡面的感覺欸 我能不能加入 哇雖然看起來沒有球網 但是好像 喔還是有的還是有的 所以他們可以直接就 Oh my god 喔 喔球踢了好遠喔 我們來看一下喔 他們穿的衣服 小孩子穿的衣服跟大人穿的衣服好像是一模一樣的是不是 然後遠方那邊好像還有人 這邊好像還有一個人剛剛看 對那個人在用走的嗎 欸我能不能加入他們啊 這個小孩子的樣子一個是光頭嗎 不是啦 只是頭髮比較貼一點而已 所以黃色跑車男已經經過了 黃色跑車男從外面過去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邊也還有一個人 所以這邊開始呢 路人已經出現了越來越多了耶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一個小孩子 這些小朋友們 我能不能跟他們一起玩 就跟他們一起 我看一下喔 能不能追上他們的球 然後 欸球來了球來了球來了 球來了 球太遠了啦 哈哈 球會踢進湖裡吧這個 欸 欸你們球踢進湖裡了 你們沒事嗎 來了跟他們奔跑一下 他是不是帶著 欸他的手怎麼黑啊 喂你的手太黑了 你平常是幹什麼去了 他的手都這麼黑了 這樣真的沒問題嗎 喔可以耶 喔 喔 感覺超厲害的運球有沒有 欸欸欸 他 他胸前那個圖案是怎樣 是比中指嗎還是什麼 不是啦 他們這個球都一次踢 就踢得這麼遠 我是要怎麼追啊 現在時間 晚上八點 你們還玩得這麼開心 晚上八點快半 哇他們好有經歷喔 是 這邊的小孩子都這麼有經歷的嗎 哈哈哈哈 欸這個小孩子還蠻有趣的耶 我在想這個球門 我到底我能不能推這個球門還是什麼的啊 欸可以 我其實可以推這球門欸 所以我如果說把他給推遠了 然後他們還會繼續追著這個球門嗎 還是說 應該也不會吧 我覺得他們就是按照既定的模式啊 欸小孩子不見了 是時間到了嗎 欸那一個人走路的那個樣子 感覺有點 不太一樣欸 所以他們很可能呢 小孩子就是到八點半 對 到了八點半之後小孩子就不見了 看來這些小孩子呢 是在這邊玩到晚上八點半左右 然後這邊有一個人呢 看樣子應該是平常的想要跑超場 然後跑得很累了 就在這邊逛大街 只是很可惜 他有時候應該就是他沒有錯 對 是這一個傢伙 對他有時候他會走到那個路上喔 然後就被那個跑車男啊 直接一撞他就掛掉了這樣子 就是這傢伙 所以我這邊呢 無法打到他什麼的嗎 阿拉阿拉阿拉 而且這個球居然滾回來了 等一下 這球怎麼回來了 這些小朋友不會還在繼續踢球吧 那我看看我能不能 我們踢這個球嗎 不行欸 我可以把它給固定住 但是我好像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把它給固定 欸 我也 喔我可以推得了這個球 我可以稍微控制一下這個球 沒有問題 喔小孩子衝回來了 等一下 原來他們不是到八點半就休息啊 他們 不好意思 弄錯了 所以他們到底是怎麼休息的 欸等一下我來看一下 一拳把他打飛 不能 球被他們給弄走了 該死 他們會繼續射門嗎 他們繼續射門欸 他們真的是瞄準這個 這個球門了就對了 雖然這個球門已經被我給移開了 但是 他們真的會瞄準這個球門嗎 我們再看一次 好像是欸 哇 但是他們的手也太黑了吧 而且身體比例好像怪怪的 欸 他剛剛的那個右手 不知道指過去指了什麼東西喔 然後 剛剛好像一拳打下去 他好像不會有事吧 對不對 他們真的是朝著球門踢的欸 所以說這個小孩子呢 目前我們用拳頭打不到他對不對 那 開車過來看看他們 汽車呢 能不能擋得住他們這樣子 不過呢 我們現在相當的口渴 所以我們應該先喝一些啤酒 然後呢 酒鬼好像是在凌晨兩點的樣子吧 會在他的這個別墅裡面呢 開派對 但是呢 他的派對這個啟動條件 目前還不太清楚 並不是很明朗 不太知道到底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才會開這個派對喔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邊呢 先待到今天 晚上然後凌晨兩點看一下 他有沒有開這個派對 所以小孩子呢 還是繼續的在奔跑 這個小孩子他是全年無休的嗎 24小時都在這邊踢足球 可能未來 未來這個國家隊有希望了吧 他們芬蘭國家隊 欸 小孩子又跑到這邊來了欸 幹嘛 這球又踢到這邊來了嗎 應該是的 所以他們球很長 就會踢進壺裡面了欸 欸 現在是非常的壺裡面 他們該怎麼辦 喔 他們這樣子也硬要踢球欸 大家看 他們這樣都硬要踢欸 死都要踢就對了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 他們這個很有意思欸 這個 多了這兩個小孩子 為什麼突然之間 感覺這遊戲的差別很大 突然之間整個 整個樂趣都起來了 那我現在來把炸彈帶過去 如果 我看能用炸彈能不能把那個 足球給炸遠 如果那個足球真的飛得非常遠的話 這個小孩子應該會追過去吧 對不對 反正不管怎麼說 我們先把這個車呢 開到那個 超廠中央去 好 還好我的車還能夠發動啊 我就在想 他會不會 這次遊戲呢 一根性 然後把我之前所有接的電線 都直接扯斷了 看樣子沒有那一回事喔 所以我們再靠近一下過來 他們 小孩子欸 他們跑太快了 我看能不能把這個撞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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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球我們 我們可以把他給撞遠一點 然後看看他們呢 有沒有可能會 所以就來追這個球門這樣子 等等 現在的時間呢 已經晚上要到九點半了 好吧 我在想 我想多了 我在想他們是不是真的要休息的 他們真的是 完全不休息了就對了 我想太多了 總而言之呢 我們把車開上去看一下好了 這是我用這台車會不會超危險的啊 這台車很容易會被他們 我覺得他們應該是有那種神力的有沒有 什麼都擋不住他們看到沒有 是不是他剛好衝我的車尾那邊過去了 我這次能直接衝到前面去看一下 哇他們跑得真的好快喔 我還得拉到二檔才有辦法追得上他們欸 他們會繞過車的嗎 他們好像是繞過我的車欸 喔喔對對對 因為他們有實體的會擋住 欸我的車該不會已經 喔 我還以為我的車就 因為被他們撞了那麼一下之後 就再也發不動了有沒有 那就很危險了 所以基本上他們可能會 繞過障礙物 例如我的車 他們就會繞過去了 我看能不能把這個球給踢 撞飛 欸 小孩子真的不能小看欸 這怎麼會是交通意外 我是被兩個踢足球小孩子弄死啊 這上面寫交通意外 大家看 那個照片 旁邊還有小孩子的從旁邊跑過去 好的 那兩個小孩子 真的是相當的可怕 我不過呢 就好心的想要過去跟他們 好好的玩一下而已 他們 居然就在那邊直接把我 給弄死了 而且我只能還在車上欸 真的是很可怕的兩個怪力小孩 各位我回來了 大家看 我的車 被那兩個小孩子給弄成了這個樣子 我只是 對不對 他們在玩球 我覺得很開心 對不對 我過來跟他們打個招呼而已 結果他就把我的車給翻過來了 這兩個小孩子太可怕了 然後我看看這 喔天啊這個傢伙 這個時間點還在這邊監視欸 這個傢伙他是 幾乎 你可以說他是全年無休的 就是在這邊監視著我們 可怕的一個傢伙 然後 沒錯只要當我們一靠近呢 他就會把窗戶給關上 再過一小段時間他會過來 繼續的在偷窺我們 那我覺得 我們應該送他一顆炸彈 當成界面裡的對不對 那邊也一樣 不要想說你們那邊逃得掉 還有那一個也一樣 先丟了再說 直接到他們車底下 這也太帥了吧 快炸 漂亮 太漂亮了 撞過去就對了 我那個炸彈真的是炸得好慢啊 他好像沒事欸 他被公車給擠開了之後 卻沒有任何的事情 感覺他們現在都超耐撞的有沒有 總之呢 現在先不要管那些了 等一下他要過來了 不行為了我的生命安全 為了我的生命安全 這件事情必須要先做 這是為了我自己的生命安全 不然等一下一定會把我給弄死的 Yes 可惡啊 沒有說整個180度的直接翻過去 好的我的生命 不對我的生命安全還沒有受得保障 還沒有獲得保障 因為這邊還會有一個小綠車 沒有進去 沒有丟進去 什麼 難道是丟不進去的嗎 我才不相信欸 因為靠近了之後他就會關上了嘛 對不對 怎麼進不去 再丟一次 沒有進去欸 他還在加油 他到底是加油還是打什麼暗號 我靠近一點好了 這個距離 是不是完全丟不進去了 來我們再試一次 對 進不去的 原來那邊是有實體東西擋著的 天啊 那就只能送到他的腳底板那邊去了 這傢伙可怕的傢伙 我們應該把頭直接伸進來有沒有 然後呢 點一下 放在他的 看樣子應該是在那個 這個混凝土裡面了 而且對他不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這一集 我的夏季汽車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了 他有新增了不少的NPC出來了 然後 又有小朋友在地 在那個 足球場那邊跑來跑去 感覺也是相當有意思的 感謝大家的收看喔 如果你們喜歡今天這一集的話呢 不要忘記幫我點下一個喜歡喔 我們下一回再見囉 大家掰掰